这是三立财经台 欢迎欢迎收看八八经议会 我是李星云 今天碰上了台指期结算 但是就是因为受到前一天 美股有修正压力影响 因此在今天亚洲股市也是全面的拉回 今天如果说大家把K线图打开来看 就可以发现大盘指数在今天呢 是一度回测了五日均线 后续到底要怎么来进行观察 这个盘式的走向呢 我们就来请教专家了 人在节目现场为您请到 是李州头顾的资深飞行师 王欣杰 欣杰你好 欣好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午安 好今天碰上台指期结算 但是感觉起来多空都不表态 后续行情你怎么看 我想针对了今天的台指期结算 在这边可能八千三百三四十点 这边做个结算动作 正如我们在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跟三立财经台早上连线的时候 讲的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都在 八千三百三十几点这附近 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就很铁口直断的 告诉所有的 所有的什么八八经营会的 所有的三立财经台的投资 都讲清楚 今天大盘指数大概就会守在 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这边 小红小黑的做个什么 高档震荡结算的动作会比较大一点 那谈到整个后续来讲的话 我想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你会发觉最近美国股市就一张 可能突然急拉大涨突然急沙大跌 最主要就是在整个美国 在债券的一个上限的一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但是我相信这一两天 应该绝对会获得的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一样 拍戏拖白 拖到明年初再来做个解决动作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基于我最近的观察看法 整个美国的 整个联邦政府的预算 或者说整个美国的 债券上限的一个问题 都会做个延期战来处理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你根本不去担心 美国债券会不会怎么样 违约倒在引爆整个全球的金融海啸 如果会的话 我相信昨天的欧洲股市 包含昨天的德国的凡克福指数 大涨了80点障碍 持续写下今年波段新高 美国的吠盆半导体 其实在前两天也持续写下今年波段新高 所以从整个国际股市 第一个是走多头的 第二个国内的政争 我也讲过了 你不觉得吗 吵了整个9月的政争 吵到整个10月 吵到昨天的整个倒格案被否决掉 其实现在市场上 已经渐渐的 不会再去关注于什么 马王之间的政争 反而现在大家都看的是 政府打算拼金进 政府打算怎么样 把那个油资 把资金怎么样 乐钱 从房市 把导引到股市这边来 所以我的看法 没有做任何改变 整个大盘短期间就是怎样 来 把帮帮帮带下我的赤卡部分 政治只会影响短线 不会改变中长期的趋势 整个中长期的趋势 包含欧洲 包含在整个中国的股市 包含在整个美国 甚至包含在我们本身的台湾 景气是确定从谷底复苏 这才是最主要 引爆整个台股走中堂多 最主要的原因理由在这边 那短期我讲过 指数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震荡完波段上看 9000上下200点没有做任何改变 第四季台股上涨距离高达八成以上 对不对 行情至少涨到明年第一季 换句话说 如果你现在还在场外观望 害怕不敢买投资朋友 你现在都还来得及进场 如果你现在可能还在自己 或跟其他专家 第四放空投资朋友 你现在气暗投名 都还来得及 甚至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你买错股票 买到是相对弱势电子股 赚了指数 赔价差投资票 我跟你讲 你一样还是来得及 有机会让你反败为生 因为这行情 至少都还有什么 从整个第四季这边 涨到明年第一季 至少都还有什么 将近半年的涨幅 多头行情可可期待 好来关心到 在台北股市 最后的一个售盘表现是如何呢 最后也有一些条件的力道出来 因此是沙尾盘的 指数修在一整天的最低点 修在了8332点 下跌了35点 而在成交量能的部分 则是来到了729亿元 刚刚我们一开头 就已经是特别提到了 五日均线 在最后收盘的时候 很可惜 也是五日均线失守了 在尾盘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道 让整个指数 有一些下跌的压力呢 还是弱在了这些 弱势的电子类股的上面 不管是2356的一夜大也好 还是3673的TPK成宏也好 都是双双被打入了跌听板 针对弱势的电子类股 信姐怎么看 我想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是不是跟头之后 都讲得非常清楚的 整个大盘的强势主流族群在哪边 是不是都跟头之后讲清楚 第四季台股上涨几率高达怎么样 高达八成以上 但是第四季主要在涨的族群在哪边 并不是电子股 就是金融传产涨幅最大 所以你会发觉 过去这段时间 每一天在收盘盘之后 导播市都会把整个台股的怎么样 各类股的怎么样 类股指数的涨幅排行榜 都秀出来给个头之后看 你会发觉 没有一天 类股指数涨幅前五名 你看得到在电子股这边 都是在传产股 或者顶多在加个金融股这边 所以我们讲过的 如果你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你想在股价上赚到波段大减的 其实类股族群多头的主流部队 我们早就把头之后 已经怎么样秀出来的 而且这个已经都秀了 大概将近半个月以上了 包含在金融的创新高 包含在整个集团股 以及生技股 还有最近火红的是在 整个基资产股将接棒 成为下一波的怎么样 传产族群的亮点 好那整个电子股 我们过去也讲过 为什么大盘指数到现在为止 没办法像金融股指数 没办法像传产股一样 已经纷纷的写下今年波段升高 就是因为电子股的相对弱势 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电子股指数 还在相对低档区 相对弱势 拖累的时候大盘加捐指数 好那电子股为什么会相对弱势 其实就像刚刚整个 新语经跟头之后点到的 一些电子族群 我们过去一直跟头之后强调 一些相对电子的弱势族群在哪边 包含在面板 来导播帮我带下 有的制卡部分 包含在面板 这是相对弱势的电子族群 包含在整个触控面板的服务群 刚刚其实整个新语经跟头之后 3673的TPK 昨天虽然跟着大盘指数 有稍微做个反弹 留下影线 但是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带下整个TPK 今天的K线图 很清楚看得出来 今天又一根跌停板 对不对 大盘昨天涨93点 跟它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大盘指数 也不过回个三十几点而已 但是今天又一根跌停板 再度写下今年波段新高 另外占整个云端伺服器的 2356的音页达 今天也是一根跌停板 那我们回过来看到整个音页达 对 老婆谢谢 你会发觉整个中期 看那个音页达的K线图这边 整个中期的头部引蓝成型 换句话说 整个音页达应该至少都要进入一个中段整理 好 那如果之前领先上工的云端伺服器的音页达 已经告诉你 我中期头部已经成型 开始做个大幅拉回动作 我认为相关的云端概念股 个头自跑 你就不要再过度追价 反而应该散射一个停损停利点 另外在整个这些弱势的族群 其实我都帮个头秀出来 但是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说 一一个族群都帮个头做个分享的动作 甚至帮个2498的宏达店 我们讲过的 整个这一波的122块 绝对不会是它长线的最低点 为了未来的反弹 请你找卖点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我还是一样 非常乐意帮个头 解决你手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样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你 待会你就可以利用 节目当中的广告时间 密切跟我们线上服务人保持联络 让我帮你持股诊断 带你让我帮你带你解套获利 然后你只要留下你的持股 你的电话 待会节目结束之后 我回到公司大概三点半以后 让我亲自回你电话 谢谢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课计一下 马上回来 旗舰版金旺操盘多空决策系统 现正热卖中 盘中转强及时通知 直立明确价位清楚 不要花大钱买经验 操盘软体赢家选择 免付费咨询专线 0809077888 0809077888 李州投股团队为您服务 最坚强的产业研究团队 领先市场挖掘好股 波段为主 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 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 李州投股以团队决策 提供您投资理财最佳资讯 请速播 0277251377 0277251377 在台湾 你也能拥有这样的服务 21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房仲品牌 让我们用两倍的在地耕耘 给你一段愉快交易 我把关 你买你 Sentury 21 独家推出 21全球买卖平台 18国语言自由切换 壁纸面积单位及时换算 让您轻松买卖房屋 买到天下 卖向世界 21全球买卖平台 因为你的加入与协助 使我们的团队更完整 那个你不是别人 正是每一位病人与家属 诚实回应医护人员的问题 主动反映自己 或家人的特殊健康状况 我们能更准确判断病人情况 良好的医病关系互动 让医疗过程更顺利 吃糖 糖尿便不能吃太多糖 阿嬷 阿嬷 我是睡着啦 那你怎么不可以吃 但末梢血液循环不良 就会产生问题 寻理您谈银杏叶萃取物 可辅助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速率 寻理您滴计定计寻理您 输赔严选 现在生活由头开始 高雄自然家居民层 一家建材中风台电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在成交量的部分 是稍有萎缩 因此各个类股轮动速度非常的快 今天在传统产业的部分表现 还是相对大盘来说 走得比较强一些些 但是传统产业也有分好几个族群 后续哪些族群是持续的股价有想象空间的吗 我想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投资人讲过 如果就整个带动大盘指数上空了 就是看金融类股 所以金融类股一样 拉回来是找买点 但是就整个短期最近涨幅比较大的受残险股这边 我们过去也讲过了 听清楚 受残险股转线不要再去做过度追加 你很容易被短到 甚至如果你受残险股 你在短线投资朋友 你应该可以注意一下 短线的什么 获利的调节点 因为明天的金保会正式登场的时候 我认为受残险股随时会有一个 短线利多出境的拉回整理 好那整个金融股它一样会做轮动 下一波会轮到是谁 就是在中信金跟三商银的部分 注意下一波金融股拉回 不是再去买国泰金富邦金中售些股 或是三商售这些股票 反而你要回过来注意 最近在做正当整理的中信金 以及在三商业的部分 好那我们说金融股它会轮动 回过来在传统产业股这边 其实它也是要持续会轮动 包含在生计族群里面 整个未来黄金时年的 多头主流部队之一的生计股 其实你只要持续锁定 我们88金融会的节目 你都可以跟我们一样 掌握到生计族群的轮动 所以可以把你手上的有限的资金 集中火力每一波每一波 主攻生计的怎么样 生计的主攻股 重压生计的主攻族群 这边我相信 可以让你在电子股里面亏了钱 可以让过去这段时间 不论你自己操作 或跟其他专家操作 做得不顺利亏了钱 然后连本带利 就好像半指数值数所讲的话 加倍奉还 十倍奉还 待你百倍奉还 连本带利全部把它讨回来 好那谈到整个生计族群 轮动的脉络 我想过去的这段时间 从8月下旬到 现在10月中旬这边 过去这不到一个多月时间 我们都帮投资者掌握到 整个这些族群 整个生计族群的亮点族群 回过来看 你会发觉这些股票 真的都是当时的 甚至是当下的一个强势族群 党党股票都是曾经波段大涨 写下今年的整个波段新高上去 跟那些在破底 甚至到今天为止 还在重挫破底的电子股 真的叫做有天壤之别 所以我们讲过了 就算大盘指数 未来这边8300多点正大盘 来到8400 涨到8500 涨到8600 8800 甚至就像我们讲的 来到9000点上下200点 我还是可以肯定跟投资者讲一句话 你买错股票 一样让你赚指数 赔价差 尤其是在电子股这边 因为很多电子股 整个产业结构都已经发生了 很严重的问题 我想这个我不浪费太多时间 再不要多讲 你有任何止股问题的 尤其特别是在电子股的 我们非常欢迎你 跟我们保持联络 好那回过来 我们谈到整个生技族群这边 我们怎么样帮你涨到的一个轮动 第一个在整个 二类一财的阿密特这档股票 我们当时在8月10号 把这档股票研究8号送给你 你看我们送给你研究8股票 真的回过来看 党党都是强势的 波段的强势主流股 党党都可以让你再波段大赚 你看到最后4107的邦特 这档股票半个月时间 涨幅高达多少 老婆可以帮我带一下 涨幅高达30几% 有没有看到这边老婆稍微放大 把我照一下 涨幅高达30几% 有没有4107的邦特 阿密特这档股票 好整个阿密特大涨之后 我们再回过来看 是不是一棒接着一棒 一档接着一档赚下去 自负列车的事情 很多人因为不了解生技股 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怎么样 新鸭族群到底在涨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都可以事先的 领先市长帮你掌握到它的基本面 所以这一波的事情 为什么当时我们可以从第一档 在中段整理的第一档区的时候 增进打底到接近尾胜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公开的把自负列车 自负的研究报告送给各位投资 也在节目当中带着各位投资 带着我们金赚集的家族成员下去做买进 结果真的就像我们所讲的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自负这档股票从180标到287元 整个价差高达107块 涨幅高达多少59.4%有没有 好 等着自负大涨上去 我们也讲很清楚 200块以下我们家族成员的 200块以下的波段单 一样持股续报 但是如果你是空手投资朋友 这篇270-280 当然我比较不建议你再去做追价动作 虽然自负仍然波段还是往上看 虽然自负未来还是有人在创新高 但是空手投资后 我说你不必去追自负 等一下我会再跟你介绍两档才刚从低档 两档才刚基期比较低的 两档才刚中段整理结束 准备要波段上工的两档的生计股 待会我给你做个分享动作 好 那我们做志勤大涨之后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如何一档一档 让各位亲爱的投资 让我们家族成员的有限的资金 集中火力 一档一档的大涨上去 被市场忽略的蓝宝石 这颗蓝宝石 有没有最后的加一有没有急拉上去 短短五天涨了十几% 获利出清资金奖金在别康夹 甚至到上礼拜的1788的信仓 有没有信仓在经过一个大中段整理之后 在上礼拜开始要短线转强急拉过程当中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投资者 公开的做什么推荐分享动作 最后整个信仓是不是有正如我们所讲 真的喷出去 好喷出去来到盘中最高的时候 来到99块的时候 我们也公开告诉你 我们在98块半 没有卖到最高99块 但是我们在98块半 全部获利出清 那你会发觉当我们信仓获利出清 当我们加一获利出清之后 这些股票真的短期都陷入整理 好那我们清仓获利了结资金转到哪边 来打播再帮我回到上一张那边 我们信仓在下一张 信仓这边 我们获利了结资金信仓转进新的标定 转到哪边 我相信各位投资者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天资产股 资产股开始轮动了 而资产族群也是最近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继生计族群之后一直跟投资者强调的 一直在跟投资后领先市场帮你追踪的资产股将是下一个传统产业股里面的下一个亮点的标股族群之一 那这几天我相信资产股也开始大涨 资产股接下来大涨要买什么标的 我们待会杨卉给你做个介绍动作 甚至包含除了信仓之外 我们看到这些新贵的标股 我们一样提供给我们白金等级的家族可以来插座 安城这波从260标到多少 标到340几块 我们在理财周刊里面 我们所推荐的股票 来再看下一张 1760的保龄球保龄这档股票 一样从200块左右 标到300多块 短短不到两个礼拜时间标了五成上下 短短不到两个礼拜时间 涨幅超过五成 好那这些股票大涨之后 我们刚才讲 接下来 整个传产族群这边 生计要主攻哪两档 生计股你现在都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跟着我们88金或脚步 主攻这两档的生计股 以及接下来的资产股该怎么操作 我想我们先把时间交回给 欣云让他告诉各头 今天的棋子怎么收盘 我们再接下去做个 持续追踪分享的动作 谢谢 好来关心最后期位市场的一个 修盘表现了 在台子期的部分 最后再有一些调节压力出来 跌幅来到了0.12个百分点 收在了8345点 而在电子期的部分 调节压力比较重一些 最后的跌幅是接近0.3个百分点 收在了296点 收在一整天相对低点 而在进入期的部分 最后的跌幅 则是0.14个百分点 下跌了一大点 这是期货市场 最后的一个收盘表现 提供给投赠 一起来做个掌握 好生计股的指标股刚性结 已经是快把讲出来了 那继续吧 好我想谈到整个生计族群这边 我们之前帮你做过的安城 保龄 甚至到智勤 邦特 加一 信差等等这些股票 都是过去这两个月 我相信一定都是在生计族里面 相对强势亮点的标的 好那接下来我刚刚讲 生计族群 你接下来要锁定 拿两档式的生计股 第一档 就是我们在上个月 9月中旬的时候 送给你的这档 有没有都有送给你 党党好的标的都有送给你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有要送给你 族群类股族群的个股的研究报告 请你一定要把握赚钱的一个机会 当时跟你讲 蓝绫王这档股票 因为手中持有安城 我们看好安城 是不是提供白金等级的家族成员下去买安城 好你没有办法去买安城 在新贵晚安城的投资票 我说那你就回过来买什么 来买蓝绫王这档股票 所以你要回过来看 蓝绫王这档股票 有没有整个波段大涨上去 我们说今年 EPS除了这边 导播可以帮我看一下 蓝绫王F勘连 4144的F勘连 今年的获利 大概可以挑战8块钱左右附近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我们再看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整个到今天的F勘连 在高档震荡月线靠荣 我认为随时整理完毕 都还有机会再突破前波的高点 近期的高点86块半上去 原因留在哪边 除了我刚才讲 F康年本业 大概今年可以挑战8块钱之外 转投资还有手上还有安城 以及法德生计 这两档转投资的转投金 潜在了EPS贡献度又超过10块钱 换句话说 其实在这震荡丸的安宁王 你一定可以什么 仍然在震荡风味 可以一样站在买方 那我就讲过 买对股票 就像未来大盘指数往上看 上看9000点上下200点 但是你买对股票 跟你买错股票 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们讲过的 这边我们特别开放 帮各位投资宝做持股诊断 由我本人会亲自回你电话 免得到时候你赚指数 一样又赔着价差 好 除了蓝英华大涨之后 回过来再看下去 我们的再别康桥 有没有 因为转投资英华 英华上个礼拜 在新贵就飙了30几% 对 以及益德 EPS贡献度高达12块 整个本业部分 五大用药的出货 明年获利倍数成长 将从0.96年的EPS 大幅成长到2.14元以下 所以谈到这档 债别康桥的这档股票 有没有 英华 因为债别康桥 只有英华29.75% 在上个礼拜 是这样急冲喷出去 有没有 急冲喷出去之后 来 我们如果英华 可以这样子飙涨的话 你认为在这边的债别康桥 我们在过去这两三天 有没有发觉 跟你讲一句话 创了新高的债别康桥 短线会回到季线这附近 做个震荡整理 但是如果拉回到这附近整理 有没有 我最近过去这几天 是一直跟他 来到最近这几天 这个区间 请你好好把握 把握回测量缩买点 来 今天大盘指数 虽然收小黑 那又怎么样 今天的债别康桥 直接开高走高 一根中藏红上来 直接开高走高 一根中藏红上来 那我只会跟个头之后讲 如果你对增济股有兴趣的 除了南宁王F康宁之外 就是这档的债别康桥 如果错过邦特自行的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 未来短线在这边震荡过程当中 未来这几天你再不买 我可以肯定跟你保证一件事情 一定再让你后维持 这档股票一定再让你后维持 等到他未来创整个波段新高 我就像南宁王 我就像支付列车 我就像阿米特一样 我就可以公布答案 债别康桥乃支 但是你要好好把握 最近这几天 债别康桥的最后的一个什么 震荡整体压缩的波段的一个最后买点 好整个除了生计族群之外 我们来谈到最近的一个亮点 就是资产股 有没有一直看一下 资产股为下一波的亮点 那为什么资产股会成为下一波的亮点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也讲了很多 也帮你修出来的 好那我们在今天准备资料里面 更是写得更加强定 为什么这一波未来这三个月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你想不想在未来这三个月 拥有可以大标五成到一倍的标股 你想不想在未来这三个月 可以让自己在股票市场赚个五成到一倍 反败为胜或是翻身致富 或是财富重分配起来 我想绝对是有机会的 那就是在资产股 那如果你了解资产股 曾经以前跟我做过资产股的投授都很清楚 资产股其实也很标 资产股其实动不动 甚至比电子股更会怎么样 动不动就亮灯涨停板 动不动就涨停板给你看 比生技族群更会动不动涨停板上去 所以谈到整个资产股的部分 你会发觉就算大盘指数 还没过8439又如何 很多的资产股根本早就不等你了 已经连续开始喷出去 过去这两个礼拜 当我们在跟你谈资产股的过程当中 全市场还没有任何专家 还有没有任何的爆章媒体杂志 对不对 甚至任何的什么电视台跟你在分享 追踪资产股的时候 我们又领先市场告诉你 资产股会波段大涨 你千万不要等到喷到这边 你才去做追加 当然短线你很容易会被做修理的动作 甚至在整个后升 最近的资产股已经开始又创新高 我问头说你是要后升农林 做创新高的股票 还是你希望是TPK跌停板 今天破跌股票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机会让你回到一个月前 你一定会跟我讲一句话 老师我要自勤 因为当时自勤才180几块 现在涨到270-80块 如果再让你回到两个礼拜前 我相信你一定会跟我讲一句话 老师我绝对不要宏达电 老师我绝对不要TPK成龙 老师我绝对不要2458的益龙电 老师我绝对不要2356的益叶达 我要什么 我要后升 对不对 我要上一张导播报告带一下 上一张 我要隆林这些股票飙上去 好 后升隆林飙上去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档 最近在飙上 机场捷运已经预定在明年底做个通车的动作 中柜昨天盘中亮灯涨停板 今天什么叫做资产股 什么叫做资产飙风在一起 今天的中柜再度亮灯涨停 连续两天拉出两根涨停板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带一下 今天中柜的分时走势图一下 分时走势图的部分 导播可以帮我带一下 有没有 今天收盘亮灯又涨停板 连续拉出两根的涨停板 2613的中柜 这就是桃园航空城的概念股之一 好 整个中柜的飙涨出出来 我们也帮你掌握到了 对不对 来 导播回到我的赤卡这边 谢谢 是都帮你掌握到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甚至我们在最近跟你讲的 手上拥有土地开发案的 这也是在中长期底部 你会发觉资产股很多还在中长期底部 所以很多生技股之前 自勤当特你没有跟到头次 这些在中长期底部的生技族群 真的未来这三个月 这些资产股未来三个月 真的会涨翻天标翻天给你看 来 你来看 到昨天为止这个股票 有没有持续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甚至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在这种低档的 有没有在底部区 融资破底的资产股 在底部区融资破底的资产股 再来 再看下去中段整理 中段整理接近尾声 即将又要冲出去 大涨一波的资产出去 其实我们都帮投资者掌握到 所以来 我们在今天要特别把这一份资料 提供给各位投资者做个参考动作 资产标峰再起的这一份研究报告 为什么看好资产股的原因理由 我在这份研究报告里面 都帮你做个很详细的叙述 因为很多投资者到现在为止 还搞不清楚 有什么龙龄标成这样 还搞不清楚 有什么 哪个后生还在去 搞不清楚 哪个中贵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摆 对吧 你搞不清楚 因为你没有 你不晓得他未来的潜在地多在哪边 我们都很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很清楚 所以要把这份资料 跟你做分享的动作 就好像当时你不晓得生计股在标什么嘛 所以你没有赚到资情的大钱嘛 你没有赚到邦特的大钱嘛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基本面 所以我们有赚到他的钱 好 那整个资产股里面 我又特别帮你筛选 第一个 具有资产实质开发题材的资产股 有哪些 我从这边帮你筛选一些股票出来 把人中时务卡位筹码安定的 市场任务资产重沽 价值会暴增的一些资产族群 都在我这份资料里面 甚至包含 你看到连续两天的中贵涨停摆 我想昨天来索取这份资料 都有赚到 那我个人看法很简单 如果你在未来这三个月 未来这三个月 你想让自己大赚五成到一倍的 这一份资产标峰在一起研究报告 你就千万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欢迎你利用广告时间 密切跟我们线上服务人保持联络 来电索取资产标峰在一起 这份研究报告 谢谢 好 谢谢圣姐为我们带来 这一集值的分析 那88金会值得带你来 掌握大盘方向 明天同一时间 与你再见 拜拜